音乐 音乐就比较吸引我的是 它有现代美和古典美的结合 它不会落伍 就感觉舞台上一切都是很美的 让观众也会觉得世界上的一个享受 乐剧的美应该是渗透在乐剧的 所有每一个细节里面 它都很美 我觉得可以让更多的小朋友 然后家长 然后走进观众来看我们乐剧 小孩子看跟戏迷肯定是不同的 因为戏迷它更多的注重专业这种方面 小孩子看呢 就比如说看你长得美不美 它就是看有没有意思 有没有兴趣之后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老奶奶 跟我学那个林黛玉的唱歌 虽然他可能台词记得不是很清楚 但是你可以看出他真的很喜欢乐剧 唱我的一首唱 他唱唱得很紧的 肯定领的 预备走 好 自导他和你草满人情风 承认你做他全心灵状 因为我们一直要说就是戏曲一定要有培养年轻的观众 然后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进到校园里面去 从来没有走进过小朋友 其实真正的就是从娃娃抓起 我们希望就是我们的演出能够带给他们一些触动 能够让他们平常会去关注 会去喜欢这个乐剧 我觉得就很棒了 就很棒了 其实我们家里面从奶奶爷爷 然后到我 还有我们家里面从奶奶爷爷 我们的小宝贝都很喜欢戏曲 然后我们宝贝其实看到 还觉得不过瘾的吧 他们两位演员都的年纪很近的 我看到了越界的希望